接著我們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影像的畫面的擷取的部分 你可以找到我們在這邊 任務你往下走 剛剛我們都在什麼提升工作效率嗎 你往下走有沒有一個影像搜尋跟處理的 就可以找到這個叫SniPass跟PickPick 我平常在用現在是這兩個一起搭 因為他們各有各自的優點 但好處是這兩個都免費的 而且怎麼樣可以免安裝 官方本身都有提供免安裝 所以也不用做任何處理 那軟體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有幫大家準備好了 你看一下在這邊 有兩個SniPass的 還有叫PickPick 有沒有都在這裡 那我們先從SniPass這打開 裡面一樣有32跟64 看你用哪一個 如果是64的 我跳到最下面往下跳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執行檔 點開兩下就好 那你會看到在右手邊 這邊有沒有一個執行檔 你要放在外面 不放外面都沒關係 因為有放外面 只是你滑速點一下也有作用 那如果沒有我就用快速鍵也可以 那麼這個軟體 為什麼要跟各位 就是特別介紹一下 Windows內建有Print Screen 也有什麼剪貼工具對不對 啊剛剛同仁有提到就是 公務電腦好像Print Screen 現在不能用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用這個 Print Screen 其實現在用到機會也真的比較少 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 你看它的快速鍵是F1 你也可以點這個 點這個圖示按一下 有沒有這就是擷取畫面的工具 如果我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平常我們只會像這樣框一個範圍 可是你框完了放開 應該就 這就馬上就跳掉了 所以萬一如果我框的不準 你是不是要重來一次 可是它這裡有個好處 你看我框完了還會被調 這是第一個 有沒有 我還可以再微調一下 因為可能我沒有框好啊 嗯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看它下面有沒有一些工具 有齁 那你看我們放框 好啊我的重點在這裡 現在介紹這個 哇這個是不是太細了 滾輪 有沒有變粗變小 滾輪 這樣看到齁 滑鼠滾輪 對 那你自己調整一下 對不對 你要圓的 顏色這沒問題齁 那再來 有沒有這個箭頭 平常的箭頭 我們都長得像這樣子嘛 一樣 滾輪 有沒有變大變小 不過我比較喜歡中間這一個 因為這樣有大小的感覺 按著它 有沒有這樣就過來了 滾輪 滾輪 好往前往後就可以了 另外 文字 這裡 通常我會把出題打開 那這個是有外框 好這個外框 那我們就選到 我們的中文字 好這裡 好 有沒有 這樣子 啊大小 自己調一下 有沒有 在這邊 對不對 這裡有外框 有變粗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自己放一下 這樣了解嗎 好 然後馬賽克不用我講 太小滾輪 噓 放大 插一下 對啊 有些比如說你帳號密碼不要公告 對不對 就把它插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那我們再看右下角這裡 當然這裡你要複製要儲存都沒問題嘛 可是它比較特殊 有沒有看到一個圖定 有嗎 嗯 你有沒有用過便利貼 有 便利貼 好了 有沒有釘在螢幕上方了 滾輪 太大 站位置先縮小 欸 這樣有沒有 等到你要看了之後 滾輪 你不覺得我只是滾來滾去而已嗎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你看我切到別的應用程式 有沒有留在上面 這樣是不是就便利貼的功能了 對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它 欸 各位在工作的時候有沒有 有些時候像我們以老師來講 打成績 是我要在學校的系統打成績 可是我可能有另外一個地方是整理好的 我要比對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把畫面抓下來 我就進到這裡來 啊我來比對一下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欸我就這邊做繼續 我就比對一下它 啊另外一個生活上的 各位如果你有網購的經驗 要轉帳有沒有 哈哈哈哈 轉帳把那個號碼 反正我不用存下來 我就丁在那邊 然後切換到你的線上刷卡或轉帳的 然後我就直接對 喔這樣 是不是就不用切過來 再切過來 再切過來 再切過去 麻糬都會起來啊 有沒有比較簡單 而且它可以像這樣放大縮小嘛 所以就不佔空間 對不對 不用的時候就不佔空間 要那時候再滾輪一下 各位 那請問你 這個你要它留多久 你覺得你想要它留多久 我跟你講 下次開機還會在 對下次開機還會在 除非你要它不出現了 所以說 如果說假設你的電腦是屬於公用的電腦 就是說可能跟別的同事要交接人 欸有些事情你就留在上面啊 有沒有這樣也可以啊 當作便利貼來用啊 那你有需要的時候呢 你可以按右鍵 再繼續怎麼樣 標注 有沒有可以進來了 又可以繼續再用 好用完了打勾 就這樣 好就再收起來 如果你真的不用了 你可以按右鍵 但是呢 這邊有兩個 關閉跟銷毀有沒有 那我就要問一下各位 你覺得關閉跟銷毀差別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齁 來 事實上是插在這邊啦 如果你都沒有關閉 那當然下次開機還會在 那我先把它資料夾打開給你看 你看我在資料夾中檢視 好 現在打開了 如果你是屬於銷毀的 按右鍵 銷毀 有沒有馬上不見 如果你是關閉的 它是等你電腦關閉的時候 它才會把這個檔案刪掉 這樣清楚嗎 因為關閉之後 下次開機還是不在啦 可是呢 它的銷毀動作是等到你關機的時候才做 這樣差在這裡 一個是馬上不見 一個是關機的時候才會不見 差到這樣 這樣有雷劑了齁 所以其實功能蠻不錯的 就是第一個我們剛剛提到的 抓畫面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調整 第二個很多工具 是不是都滾輪滾輪滾輪而已 所以使用上真的蠻不錯的 這個圖釘 你也可以拿來當便利貼 對不對 拿來當便利貼 我就覺得蠻方便的 我就隨時可以把我要的畫面 就移出來 這樣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下午我們再介紹其他的 好不好 來還給你囉